故事泡泡糖 天空历险记 毛毛午睡醒来 站在窗前 看着天空发呆 天空真漂亮 好想飞到天空去玩哦 忽然一排巨大的飞碟从天而降 飞碟里的外星人热情地邀请毛毛 你想不想和我一起去天空探险呢 好啊好啊 一二三飞碟升空了 飞碟在蓝蓝的天空中飞行 毛毛看到好多晴飘飘的白云围绕着飞碟 哇好多白云哦 天空看起来真漂亮 是啊毛毛你看前面 哇是飞机耶 飞机上的乘客看到我们都好惊讶哦 飞碟飞到了云层上 那是什么呀 下面的云看起来好多好厚 中间还有大大的漩涡 那是台风呀 中间的漩涡就是台风眼 原来是这样啊 好特别哦 飞碟在天空中加速前进 好多亮亮的光啊 有的绿绿的 有的红红的 好漂亮哦 那就是极光哦 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极光呢 因为我们现在经过地球北极的上方 才可以看到那么美的景象啊 飞碟越飞越高 穿过好多绕着地球飞行的大机器 小心 不要撞到前面的大机器 毛毛 谢谢你提醒我 这些大大的机器是什么东西啊 是你们人类从地球发射来的人造卫星啊 飞碟飞到了外太空 外太空有好多星球 一闪一闪的 漂亮极了 前面这颗星球 看起来好像大火球哦 这是太阳啊 那颗蓝蓝的 长得像水球的星球呢 那是你们人类住的地球呀 旁边那颗比较小 有好多坑洞的星球呢 那是月球哦 外太空真是太有趣了 毛毛毛和外星人在天空中玩了好久 时间晚了该回家咯 毛毛我们回到地球咯 外星人再见 下次再见 enzi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